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昨天我们说因为俄乌之间的战争 普京已经走上了绝路 所以在昨天跟今天有不少的朋友 在我们的电话当中留言问 说普京为什么会明知道不能够全面占领乌克兰 却做出这样的动作 那么让自己走上了绝路呢 我们今天就聊一下 普京为什么从过去大家眼中的一个强人 会今天变成一个狂人 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我们先来跟大家看看现在俄乌战争最新的进展 我想这两天的相关的新闻很多 之前我已经讲过了 这些新闻大概都是一面倒的 所以有些新闻当中的细节 我们未必要全信 比如说乌克兰有个小岛上面有几十兵士兵 之前说这些士兵为了坚守阵地 全部都壮烈殉国了 还流传了出一些影片 说最后一个士兵 在他阵亡之前对俄罗斯的咒骂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 说乌克兰海军方面承认这些士兵全部都活着 只不过他们已经成为了俄罗斯的俘虏 好像现在被关押在克里米亚半岛 所以现在在战场上的一些新闻 其实我们看一看就算了 未必全信 那么现在整个俄乌战争最新的进展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代表 已经在白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个边境城市 进行了第一轮的会谈 这个会谈当然是所谓的和平会谈 但是这个和平会谈呢 正如我们所料 第一轮谈下来没有任何结果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早就说过 他对这个会谈不抱任何希望 那么为什么泽连斯基不抱任何希望呢 我们来看这个会谈当中的一些细节 首先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啊 每个人都西装革里打着领带 表示出自己一副强者或者一副战胜者的姿态 来跟乌克兰代表见面 而乌克兰代表呢 大部分人穿着变装 甚至有人还穿着军变装 那么这表明乌克兰代表 好像对这次和谈并不是太在意 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们再看双方代表所提出的这个条件啊 更是没有任何谈判的可能性可言 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要求啊 之前普京已经讲得很明确了 就是所谓的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所谓的去军事化 就是要让乌克兰举国上下解除武装 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国防吗 很明显普京这个要求 乌克兰人是肯定不会答应的 如果乌克兰解除武装的话 那么现在北约也好 或者其他盟国援助给乌克兰的武器 当然就不能运送过去了 而乌克兰方面代表提出来的要求是什么呢 是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吗 不单只是从乌克兰撤军 还要从顿巴斯地区撤军 顿巴斯地区当然就包括那两个 自己割据成一个国家的所谓政府 还有呢 俄罗斯从这个克里米亚半岛撤军 俄罗斯已经把克里米亚半岛 在2014年就纳入自己的版图 俄罗斯有可能在那里撤军 把这块土地再归还给乌克兰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双方代表在谈判桌上所提的条件 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 是不会有进展的 我还是这样判断 乌克兰利用这个谈判想拖时间 让这个西方国家的各类援助 能够有时间到达乌克兰 这样乌克兰就有资源 跟俄罗斯继续战斗下去了 所以我个人判断 今明两天可能是俄罗斯会发动对基辅的大规模的攻击 那么这个攻击可能有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就是普京可能攻击得手 占领了基辅 那么他就可以宣布自己的胜利 那么重新掌握战场的主动 如果是再攻不进基辅 或者是俄军遭遇重大伤亡的话 恐怕俄罗斯以及普京就会迅速进入败亡阶段 那么我们看了现在乌克兰的最新战事 我们期待乌克兰军队能够守住明斯克 乌克兰的首都 那么普京这次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让很多人都非常惊讶 修杰我本人是完全没有判断到 我以为普京达到了目的 他应该撤军了 谁知道普京如此的疯狂 全面进攻乌克兰 那么普京为什么会从一个国际视野当中的强人 变成一个战争皇人呢 我们先说普京这次在乌东边界 陈兵十万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 他本来的目的是什么 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最大的争议 就是所谓北约东扩的问题 其实俄罗斯这次本来在乌东边界 陈兵十万举行军事演习 他最大的目的是让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德国总理苏尔茨访问克里姆林公之后 普京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那么大家都以为普京既然达到这个目的 可以宣布胜利 其实普京在这个时候 已经掌握了整个局势的主动权 但是普京却现在发动了对乌克兰的战争 现在普京的目标再也不是什么乌克兰 格鲁吉亚不要加入北约了 普京似乎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就是让俄罗斯重新恢复当年前苏联的势力范围 我们看普京所提出的所谓乌克兰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其实就是要让乌克兰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俄罗斯如果控制了乌克兰 接下来俄罗斯很可能会跟白俄罗斯 跟乌克兰结成所谓的东斯拉夫三兄弟 这样的俄罗斯下一步的这个目标啊 就可能会指向中亚五国 其实俄罗斯这次也已经要求哈萨克斯坦出兵 帮助他攻打乌克兰 本来普京以为前不久 他才帮助哈萨克斯坦平息了内部的动乱 在这个时候哈萨克斯坦总统不应该会拒绝他 谁知道哈萨克总统很断然拒绝了普京的要求 普京除了要把乌克兰纳入版图 除了要再把他的势力伸到中亚五国之外 普京还恐吓瑞典跟芬兰不要加入北约 在这种情况下普京似乎想利用这次危机 把过去苏联的这个势力范围 让俄罗斯重新掌握 我想不要说一个国家的领袖 不要说在政坛当中的政治人物 哪怕一般的普通民众也应该看到 普京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在这次危机当中完全达到的 因为俄罗斯要变成前苏联的势力范围 绝对不是靠一次军事危机 靠一场局部的战争就可以做到的 毕竟过去前苏联通过二战达到自己的势力范围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也付出了重大代价 普京把区区的十几万人摆在乌克兰边界上 就想达到前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这很明显是一种狂想 但是普京为什么会从一个强人变成一个狂人呢 我个人觉得有两点原因 首先一点是普京自身的需要 我们知道普京现在在俄罗斯来说 其实他是一个独裁者 过去中国媒体在报道普京的时候 中国媒体经常会有这样的报道 说普京在二十年前上台执政的时候 曾经向俄罗斯人民讲过这样一句话 给我二十年 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中国的媒体报道这句话 经过查证 其实普京从来没有讲过 那么类似的话谁讲过呢 在十八世纪俄罗斯有一位首相 叫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给俄罗斯二十年的安定环境 俄罗斯会变得让你认不出来 俄罗斯会变得很强大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历史上 俄罗斯有一个政治人物 斯托雷平作为俄罗斯的首相 曾经讲过这句话 普京本人在公开场合 肯定没有讲过说 给我二十年 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但是这句话虽然不是普京说的 但是对于普京来说 这句话是有现实意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普京追求的是独裁统治 我们都知道 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 按照俄罗斯的宪法 普京本来的总统是有任期的 但是普京有他的办法 来回避这个任期 这就是他跟梅德韦杰夫 两个人之间的互换位置 普京当总统的时候 梅德韦杰夫是总理 等到普京的总统任期满了 不能再连任总统的时候 他让梅德韦杰夫当上了总统 而他当总理 虽然普京是总理 但是权力一直在他手上掌握 等到梅德韦杰夫的任期到了 普京修改宪法 过去担任过总统的 可以继续出来竞选总统 普京选完总统之后 干脆再修改宪法 把总统的任期给去掉了 这样普京就可以实现 他的独裁统治 所以像人民说 再给我20年 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这句话虽然普京没有讲过 但是这对普京来说 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个独裁者 他想维持独裁统治的话 其实我们纵观历史 基本上都是这个伎俩 你让我独裁 你服从我的独裁 我给你一个美好的生活 给你荣耀和幸福 如果说给普京20年 普京还俄罗斯人民 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是什么意思呢 就恢复前苏联的荣耀 恢复前苏联的势力范围 这也是普京今天确实想做的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是苏联的 一般的民众的话 我会问你一个问题 在前苏联年代 我有过荣耀 有过幸福吗 苏联如果当年 他有荣耀 有幸福 人民在一个幸福的生活环境里面 苏联还会解体吗 所以说俄罗斯总统普京 没有说过这句话 但是这句话对他来说 有现实意义 而我们纵观历史 有哪一个独裁者曾经给他的民众 有荣耀 有幸福呢 普京这次全面入侵乌克兰 除了这个所谓的 给他20年的独裁统治 他还俄罗斯人民 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外 另外一个外部因素 也是令到普京的野心膨胀的原因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后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从各方面的因素看 普京这次全面入侵乌克兰 不会让俄罗斯得到任何好处 并且会让俄罗斯陷入一个 非常被动的战略局面 那么为什么普京还要这样 全面入侵乌克兰呢 本来普京是个强人 但是今天看来 普京似乎已经变成一个狂人 普京为什么会变成狂人呢 上一节我们说了 对于他的独裁统治的需求 是他变成狂人的第一个因素 因为他要延续独裁统治的话 他必须要告诉俄罗斯的民众 他是一个强者 他能够战胜北约 能够战胜欧盟 能够战胜美国 俄罗斯是可以天下无敌的 只要民众给他继续独裁统治 再来20年 可能俄罗斯就天下无敌了 所以这是他 这是要全面进攻乌克兰的一个主要动机 那么再有一个 当然就是北约之间的分裂 这个过去我们讲过了 在这次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些网上的言论 说这次为什么俄罗斯会陷入这样一个被动局面 这是美国跟北约向普京下了一个陷阱 故意表露出自己的软弱跟分裂 让普京可以放大胆进攻乌克兰 从而让俄罗斯陷入了战争泥潭 然后摧毁俄罗斯 我觉得这种想法有点天真幼稚 如果北约跟美国或者是欧盟这些国家 真是要给俄罗斯下个圈套的话 早在2014年他入侵克里米亚 北约就可以给他下这个圈套了 早在2014年 北约就可以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展开全面的战争了 那么为什么让克里米亚 这个这么重要地方被俄罗斯吞并了 北约跟欧盟无所作为 到今天乌克兰已经岌岌可危了 北约跟欧盟才会采取这个资源乌克兰的措施呢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如果这个圈套在下给普京的同时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投降 那么这个圈套还会有作用吗 所以我认为这个给普京下陷阱 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 其实我们看到整个演变的过程 普京开始确实就是很忌讳 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么这个目的达到之后呢 普京突然发现原来北约内部如此的分裂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都说 如果这个侵略是局部的 我们也没什么办法 那么普京等于拿到了入侵乌克兰的许可证 只不过现在普京看到 既然你这么软弱 我干脆把我的战略目标再提升一下 让我回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 所以才会有全面入侵乌克兰 那么大家还会问 战争这样发展下去 到底会有什么结局呢 我个人认为啊 无非是三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普京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全面占领了乌克兰 那么然后呢普京在乌克兰扶植一个傀儡政权 我想这是普京最想达到的目的 但是如果普京真是做到这一点 就说明他胜利了吗 不见得 之前我就讲过 如果乌克兰县政府在这场战争当中全面的溃败 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残余的力量 包括军队 包括装备 包括这个政府的人员 到波兰去建立一个流亡政府 这个流亡政府啊 继续领导对这个俄罗斯的抵抗 在这种情况下 普京要在乌克兰扶植一个傀儡政权 他必须要保证这个傀儡政权的这个施政 以及这个傀儡政权日常的运作是正常的 特别要保障乌克兰的民生是平稳的 不要让乌克兰出现饥荒 不要让乌克兰出现动乱 如果一旦乌克兰出现饥荒跟动乱的话 等于给在境外的乌克兰流亡政府提供了一个反攻的机会 普京如果要做到这一点 他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他要耗费他更大的国力资源来维持乌克兰这个傀儡政权统治的平稳 这样很快俄罗斯的这个整体的国民经济啊 就会受到非常大的拖累 因为毕竟你全面进攻了乌克兰 把乌克兰打烂了 在这个基础上 你要重建你所耗费的资源 不会比发动一场战争要少多少 虽然现在很多媒体报道说 俄罗斯每天要耗费多少的金钱来维持这个战争 这些数字我觉得未必准确 但是打一场战争或者扶持一个傀儡政权 耗费国家的资源巨大 这肯定是会发生的事情 那么如果是这种局面出现的话 俄罗斯将会陷入一个漫长的一个衰落的过程 最终普京还是要失败 在乌克兰这个傀儡政权 不会得到乌克兰民众的支持 毕竟在乌克兰 70%以上都是属于乌克兰族 他们有强烈的抗额情绪 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普京攻下基辅州宣布自己胜利 然后迅速的全面撤军 这种情况对于普京来说 其实是最好的结局 第一他震慑了乌克兰 让乌克兰在今后十年二十年 都对这个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有巨大的恐慌心理 这就令到乌克兰可能接下来 就不会像过去一样 积极的去申请加入北约 申请加入欧盟 虽然说欧盟现在主席说 乌克兰应该加入欧盟 但是这个加入的过程 是很漫长很复杂的 俄罗斯攻下基辅州 迅速撤军 让乌克兰对俄罗斯产生了 这个军事威胁的心理压力 那么乌克兰政府虽然心里想 但是今后会不会把加入北约 加入欧盟付诸实施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想这对于俄罗斯来说 可能是个最好的结局 但是乌克兰这个国家 不加入北约 不加入欧盟 不代表乌克兰民众 对俄罗斯的仇恨会消除 这种战争过后的仇恨 会维持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在这几十年和上百年当中 很可能一个偶然的事件 又会引发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 所以这对俄罗斯来说 虽然是个很好结局 但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仇恨 将会越来越深 除了乌克兰之外 经过这次战争 我想北约欧盟美国 都会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更加警惕 北约可能每天心心念念的 就是要消除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这就令到俄罗斯的敌人越来越多 而敌人要消灭俄罗斯的决心 也越来越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普京发动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果 还是归于失败 还是得不偿失 那么第三种 对于俄罗斯来说 对于普京来说 可能是最灾难性的结局 就是在这次进攻基辅的战斗当中 俄军受到重大损失 俄军的攻势迅速崩溃 而北约盟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越来越有利 甚至会有志愿的武装人员 出现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那么俄军的失败 可能会令到俄罗斯 令到普京的独裁统治 迅速崩溃 这对普京来说 可能是一个最大的灾难性的局面 我想俄乌之间的战争 发展下去 很可能无非就是这三个结局 那么讲到俄乌的战争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角色了 因为最近有关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 在这个整体的国际外交策略当中 所扮演的角色 也是大家讨论的热点 那么讲到这个中国的角色 我们就不能不提到 最近中国的一些网民 对俄乌战争的看法 这个中国的网民对俄乌战争看法 现在引起最大争论是两点 一个是中国的网民 好像大部分人是支持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在这些网民的眼中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具有正义性的 那么并且他们对普京这个独裁者 有一种痴迷的崇拜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在中国的网民就更加过分了 当这个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说 他们希望乌克兰的士兵战死之后 乌克兰出现了很多寡妇 出现了很多乌克兰的美女 生活陷入困顿 然后中国就可以进口这些乌克兰的美女 如果我们说这些言论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我想大家不会反对吧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不能说这些网民的言论 就代表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这种言论在网上这么大量的出现了 乌克兰民众知道这不代表所有中国人吗 国际视野知道这不代表所有中国人吗 那么如果有这些言论在网路上 我们可以想象乌克兰以及世界民众 对中国人这个概念是怎么样看待的 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是 如果今天你在中国讲什么自由啊 民主啊 你在网上如果发表这些言论 讲普世价值 讲宗教的话 你一定会被封杀 甚至有可能吃上官司 但是这种这么过分的言论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 中国官方对这些言论在网上的存在 在进行封杀呢 如果不封杀这些言论的话 那么我们要不要顾及一下 国际社会是怎么样看待 中国人这个概念呢 我们要不要担心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特别是生活在乌克兰 生活在欧洲地区的华人 有可能会受到威胁呢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一节我们说俄乌之间的战争啊 中国很难不被卷进去 这是整个国际局势所决定的 我们昨天讲过了 中国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啊 立场很明显偏向于俄罗斯 而中国的网民呢 在网上的言论 大多数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表示了支持 认为这种入侵呢 是正义性的 那么甚至还有人要进口乌克兰的美女 这种言论一定会给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 带来巨大的压力 会令到国际社会看待中国人这个概念 会有更多负面的眼光 那么讲到俄国跟中国的关系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人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但是这些人恰恰忘记了历史 中国在历史上就多次被俄罗斯入侵 今天俄罗斯占领了多少曾经属于中国的领土呢 在网上有不同的统计 我想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是肯定的 一般的说法大概在120万到170万平方公里 为什么说俄罗斯侵占中国的领土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统计数据呢 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讲过 过去中国的中原王朝 就是有将无界 就是中原王朝的皇帝认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跟邻国之间的边界在哪里 过去没有一个清晰的法律上的表述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跟很多邻国 都有领土争端的原因 比如说中国曾经统治过阿富汗 中国曾经统治过中亚五国的一些地方 你现在能说这些地方 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要求这些国家 把领土归还给中国吗 同样反过来 过去有一些国家 对中国某一些领土 也曾经短时间的统治过 那么今天这些国家 如果找中国要的话 中国会把领土给他吗 但是俄罗斯入侵中国的领土不一样 因为这是俄罗斯跟当时清政府签订的几次合约 把两国之间的边界做了一个法律的描述 但是在这个法律描述之后 俄罗斯依然侵占了中国大量的领土 那么这里加起来呢 就大概有120万到170万平方公里 而俄罗斯对中国人的这个屠杀 在历史上也多次发生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出生 你出生在1970年代的话 你在小学中学课本里面 一定会学到很多 当初俄罗斯在这个东北屠杀 中国人的一些历史事件 最著名的江东六十四屯事件 还有海南炮大屠杀 这段历史的背景啊 就是当初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然后呢 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十一国宣战 被宣战国当中就包括了俄罗斯 那么正当中国发生内乱的时候 俄罗斯就趁机侵占了中国大量的领土 这个所谓的侵占 就是破坏了过去清朝 跟俄罗斯所签订的边界合约 那么在这个侵占过程当中啊 俄罗斯的军队 对原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 进行了大屠杀 其中比较著名的 就是江东六四四屯跟海南炮大屠杀 在这场大屠杀当中 到底有多少中国人遇难呢 没有一个清晰统计数据 因为当时对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中国人 只是一个估算 那么即使是以这个估算 当时在这两个地方 大概就有七八千中国人 被俄罗斯人屠杀 这个屠杀是不分男女老少 目的就是把生活在这些地区的 所有华人全部清洗干净 其实除此之外 在伊尔库斯克 尼布楚 伯利 海山崴这些城市 都发生了对中国人屠杀 海山崴本来是一个 有大量中国人居住的地方 自从被俄罗斯占领之后 它今天已经变成了 俄罗斯在远东最重要的城市 但是你今天在这个城市里边 你看不到当年俄罗斯占领的时候 遗留下来的中国人的后裔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被俄罗斯人全部屠杀干净了 今天你在海参崴 薄利 这些城市里边看到的华人 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到这些地方经商 或者移居到这些地方的华人 俄罗斯当时对中国人的屠杀 到底造成了多少中国人死亡呢 我看过一个统计数据 说在整个大面积的屠杀当中 在那个历史时期大概有20万中国人 被俄罗斯人屠杀 20万是个什么概念 今天我们咬牙切齿 讲当年日本人在南京 所造成的这个大屠杀 有30万中国人被屠杀 30万中国人跟当年的20万中国人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数字 好像有点不一样 但是两场大屠杀 给中国人造成的痛苦 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今天还有多少中国人 记得有海兰炮大屠杀 有江东六四四屯大屠杀呢 俄罗斯人是对领土 有一种痴迷的追求 占领中国领土最多的就是俄罗斯 曾经占领中国领土的 还有个日本 今天日本已经没有占领 中国一寸领土了 但是俄罗斯当年在清朝手里 夺取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永远在法律上归于俄罗斯了 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一点吗 如果现在的中国人还了解这段历史 还记得这段历史的话 中国人应该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报以掌声吗 今天很多在中国的网民认为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是有正义性的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乌克兰的背后是北约 乌克兰的背后是美国 今天在美中关系冲突的情况下 很多人认为只要美国支持的 我们就反对 只要美国反对的 我们就支持 如果我们看待国际政治 看到国际外交 是用这种简单逻辑的话 那么当有一天这种侵略战争 在中国发生的时候 国际上还有多少人会支持中国呢 今天我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发出欢呼 但是俄罗斯历史上 侵占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一百多万是什么概念 今天中国所有的省各自治区 超过一百万以上平方公里的 只有三个 分别是新疆 西藏跟蒙古 今天中国经济发达的一些省份 所占的面积大不了 就是十万到十几万平方公里 换句话来说 俄罗斯大概侵占了中国五到八个省 这样的面积 俄罗斯值得我们尊重吗 而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 当年在二次大战爆发的时候 当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 如果没有美国英国这些盟国帮助中国 我们有这么轻易的能够战胜日本这个强权吗 所以说今天中国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 我觉得中国很难避免的卷入其中 因为美国不断的在逼中国表态 而中国在外交立场上却不断的表达了支持俄罗斯这样的外交立场 所以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事的发展 一定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 也会影响中国跟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并且在今天看来 这个影响一定会是负面的 这对中国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会有帮助吗 讲到这个俄罗斯 还有一个大家在讨论的话题 就是俄罗斯为什么在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好像进展不顺 很多中国人以为俄罗斯是个战斗民族 俄罗斯军队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大的 其实前两天我们已经讲过 俄罗斯军队的实力并不像中国网民所理解的这么强大 讲到这个话题 我们不妨跟大家回顾一下 俄罗斯帝国建立之后 他所经历过几场重大的战争 比如说我们都熟知的拿破仑进攻莫斯科 法国军队是唯一一个曾经占领莫斯科的军队 虽然拿破仑最终失败了 但是这里边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有天气的原因 也有欧洲反法同盟在法国背后作战的原因 俄罗斯帝国建立之后 他经历过战争 我实在看不到他有哪次是完胜的 除了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有反法西斯同盟的帮助 让苏联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并且让他控制了东欧几个国家 让这些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 俄罗斯帝国建立之后 他所参与的很多战争 特别是当俄罗斯这个庞大帝国 面对小国的时候 俄罗斯往往是战败的 我们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苏芬战争 一个是日俄战争 我们从历史的时间段来说 苏芬战争发生的历史的时间段比较靠后 当时苏联已经成立了 苏联成立一个庞大帝国之后 他首先对芬兰发动了战争 为什么苏联要进攻芬兰呢 因为苏联这个国家脱胎于俄罗斯 俄罗斯在历史上 曾经几次被打得体无完肤 其中对俄罗斯发动攻击的国家 有波兰也有芬兰 当时的波兰跟芬兰 都不是像今天这样面积领土比较小的国家 那么等到苏芬战争爆发的时候 苏联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国家 而芬兰只是在欧洲的一个小国 那么这次苏芬战争当中 苏联到底是战胜了还是战败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还是聊的是俄乌战争 在这场战争当中 大家有很多疑问 其中就包括俄罗斯军队 真是所谓的战斗民主吗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历史上俄罗斯帝国建立之后 他所经历的一些战争 这些战争 可以说除了二战 因为有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持之外 俄罗斯过去在战争当中 其实都没有完美的胜利 包括他对一些小国的战争 上节我们讲到苏芬战争 苏联成立之后 首先想吞并芬兰 当时的国际环境跟今天很相似 一战结束之后 各国都忙于经济建设 谁都不想再卷入战争 当时的苏联就想利用这个机会 把芬兰给吞并掉 因为芬兰在军事上 其实是个强国 虽然它国土面积比较小 但是它的军事力量 还是十分强大的 俄罗斯觉得芬兰对它有军事威胁 所以俄罗斯最早的目标 是把整个芬兰给吞并了 但是在苏芬战争过程当中 俄罗斯军队可以说 并没有占到很大的便宜 芬兰军队节节抵抗 在这场战争当中 还出了一个传奇的人物 这个传奇的人物 芬兰名字叫席摩海赫 席摩海赫是历史上 著名的狙击手 今天我们讲到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当中 很多著名的狙击手 大不了就是杀敌几十人 一百人 海赫在这个苏芬战争当中 打死了多少苏联士兵呢 根据他自己的统计 大概是在500名 而官方的数字是542名 到目前为止 这是一个无人超越的世界纪录 海赫在这个战争当中 狙杀的苏联士兵 足足有一个赢 在这个苏芬战争当中 虽然最终芬兰签署了和平条约 割让土地给苏联 但是苏联本来的目标 是想完整的把芬兰吞下去 那么这个最终的结果 跟他的战略目标 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有点像今天的乌克兰 很可能俄罗斯最终 也只是把这个顿巴斯地区 两个割据政权 纳入自己版图 他并不能够完整的 吞下乌克兰一样 那么除了这个苏芬战争 苏联没有获得最终的胜利之外呢 那么还有就是 在苏联成立之前的日俄战争 今天我们说 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 亚洲国家黄种人 战胜白种人的战争 就是只有一次 这就是日俄战争 很遗憾 这个日俄战争发生的地方 是在中国的山东 日俄战争的残酷 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 日本的名将乃木西典 在这场战争当中 可以说抬着棺材上阵 不但自己的亲生儿子 在这个作战当中阵亡 而他自己呢 也在这个战争当中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这个巨大代价换来的是 日本战胜了 不可一世的俄国军队 黄种人战胜欧洲的白种人 堂堂的一个俄罗斯帝国 面对一个弹丸小国 日本在战争当中最终失败 那么可见啊 这个所谓的俄罗斯军队 是战斗民族 是长胜军队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俄罗斯军队 为什么不可能是战斗民族 不可能是长胜军队呢 因为这是俄罗斯本身 经济条件所限制的 俄罗斯在沙皇年代啊 有所谓的农奴制度 这个农奴制度 到了1861年才被破除 什么叫农奴制度呢 如果你为某个地主耕地的话 那么你终身 包括你的后代 都必须为这个地主耕地 你不可以流动 这些地主所拥有的土地呢 被称之为所谓的公社 俄罗斯的农民 永远能在公社当中 为这个土地的拥有者耕作 如果大家了解这段历史啊 大家知道 为什么当年赫鲁晓夫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社制度 这么不屑一顾 因为在沙皇年代 俄罗斯就曾经有农奴制度 所谓的农奴制度 就是农民被捆绑在某一个区域 只能在这个土地上耕作 他不能流动 不能说张家的地主对他不好 李家的地主招他去耕田 他可以走 不行 如果走的话 后果非常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有人去逆偿这些逃跑的农奴 逆偿者也会被处死 就更加不要说逃跑了农奴了 这个农奴制度 在1861年的改革当中 才由亚历山大二世 把这个农奴制度给废除掉了 在这个农奴制度被废除掉之后 有一个人因为获得了自由 跑到了乌克兰 现在的顿巴斯地区 变成了一个矿工 这个农奴变成矿工之后 生活过得比以前好多了 于是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他儿子更加争气 生下了一个孙子 这个孙子的名字叫赫鲁晓夫 就是后来苏联的领导人 所以顿巴斯地区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煤炭的生产基地 而过去很多俄罗斯的农民 解除了农奴身份之后 都跑到这些矿山里面去工作 成为了矿工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顿巴斯地区 有这么多俄罗斯族的人生活在这里 这是跟当年农奴制度破除之后 这些人从俄罗斯跑到了顿巴斯 当矿工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农奴制度 令到俄罗斯的整体国民的数字 非常低下 既然是奴隶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受到教育 那么大家就可以理解 在历史战争当中 这些文化数字整体数字低下的俄罗斯士兵 为什么在面对一些比较强大军队的时候 往往会一败涂地 俄罗斯在战争当中往往一败涂地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缺陷 今天俄罗斯也面临这个缺陷 就是他们的后勤补给总是跟不上 他们的后勤补给 为什么总是跟不上呢 因为他们的轻工业和民用经济的加工业 往往十分落后 俄罗斯在这方面 为什么总是不能够发展呢 我们知道前苏联为什么会垮台 大家都说因为他们的经济结构有问题 他们的军工 他们的重工业很发达 但是轻工业跟民生有关系的一些加工业 往往不发达 所以导致他们的经济失衡 令到苏联社会出现了危机 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那么今天俄罗斯的轻工业 今天俄罗斯跟民生经济相关的一些加工业 能有改善吗 依然没有改善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俄罗斯大部分是属于苦安地区 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一直积极扩张的原因 俄罗斯在东方的扩张目标 是要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建立所谓的黄俄罗斯 为什么要建立黄俄罗斯呢 因为在中国东北的大连青岛有不动港 这是俄罗斯对土地狂热追求的原因 他们想摆脱苦寒之地的地理环境 正是因为这个苦寒之地的地理环境 令到俄罗斯的轻工业没有办法发展 我们举个例子 今天红海可以在深圳开一个厂 可以有几十万的工人在组装苹果手机 这个厂可以搬到俄罗斯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苦寒之地工作环境十分恶劣 如果在寒冬 这个工厂要继续生产的话 那么这个工厂的成本非常高 因为它要保证环境的温暖 它要保证工人有一个正常的生产环境 能够适合这些产品 那么俄罗斯在寒冬里边 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它将会耗费大量的资源 它生产的成本也会大大上升 所以这就是俄罗斯 为什么轻工业永远没有办法发展 像重工业军工产业 这种粗犷的工业 可以在俄罗斯有所发展 但是轻工业 俄罗斯人实在是没有办法 让它在俄罗斯生根 所以俄罗斯的地理环境 就确定了它的经济发展 有非常大的障碍 俄罗斯现在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 无限度的扩张它的领土 让自己获得温暖的土地 让它自己获得能够有适合农业生产 和轻工业生产的地方 那么普京所发动的这一场 针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 他会跟他的前辈一样 在后勤补给上 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非常大的压力 这就注定了俄罗斯 这场战争获胜的前景 十分黯淡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